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今天呢 先来说个问题 中国航天局去哪儿了 当然了 这不是我要提给大家的问题 而是在美国召开的 国际宇航大会开幕式当天 现场的一千多位观众提出来的问题 中国代表团不见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此 中国代表团也很无语 本来是想去参会的 可是美国人迟迟不给签证 不仅中国 最近呢 有不少国家都反映 到美国去参加国际会议 遇到签证问题 要说美国人创新能力强 有一点有提及的 那就是他们创造了不少专利 当然了 这个专利是打引号的 比如长臂管辖了 比如签证武器化了等等 所以有人就提议 一些国际机构 是不是应该从美国搬走 一些国际会议是不是可以不在美国开 那去哪了 您说呢 有网友就提议 可以到中国来 我觉得有道理 您看 咱们中国现在不仅在持续的 加大对外开放 而且也在努力的改善各方面的环境 今天的新闻联播对此也有相关的报道 我们不仅欢迎外商来投资 也欢迎国际机构 来吧 我们不搞什么长臂管辖 只会向您敞开欢迎的双臂